10片 你跟我講 好 那就加Number Number 沒有問題啊 10片然後可愛是Number 對 所以要開始了嗎 我就直接開始了 那個 這邊可以說大家好了 我是Gini 那其實今天很想快快跟大家 介紹一下這整個月做的專案 然後也 其實也是一個Gini V專案 那 我會講一下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是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因為 就覺得 別人都在 上萬賽宮 我們在殺豬公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 專案名稱比較有趣 叫賽豬公上台溝底 那其實簡單說就是 用衛星圖這件事 而且 大家知道台灣有衛星嗎 台灣有自己的衛星 其實是台灣可以跟人家來的 然後 專門來造台灣的衛星嗎 有人 第一次聽到的 可以覺得說 真的嗎 好厲害 謝謝各位 反正就是 對各位支持 對 所以我們來從長 舉手一下 李蘭就說 其實我們台灣一直有衛星圖 然後有衛星在那邊放 但是沒有人知道 那 當我想要去拿它之後 結果發現 欸 完全沒有資料 那結果我後來去 去板上去找 才知道 原來 其實大家的狀況都一樣 想要去跟 立體資訊傳統的東西 都等了很久 要跟政府 雖然乞討資料還蠻辛苦的 然後下面有人說 好像等了 新版的授權 因為 台灣的衛星 就算你買了 你也不能拿來放到網上 給別人用 這是它的授權問題 那等它授權 已經等了好幾年了 兩年了 然後都老了 那所以 其實跟 一直乞討資料很心酸嘛 那還不如我們自己去做資料 那所以台灣衛星上有些怎樣呢 就是說 我們有自己的一顆衛星 但是處理的過程 沒有人知道它是怎麼處理 甚至沒有人知道有這顆衛星 然後最後產出來圖 可以來賣給誰用 不知道可以賣給誰的 那實際上 現在也不知道它賣怎樣 我反而希望它們大賣 這樣很多人就可以用衛星 但實際上好像 也沒什麼人要買 因為大家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整個過程是這樣 那實際上 能夠用來做什麼 是因為 能夠做的東西 已經很成熟了 那我本來是不知道 是因為 接觸人員才知道 那 他們用來做一些決策輔助 譬如說 塞老鼠啊 就是說 是不是有森林被大騙的 倒砍 還是倒彩殺死 本來地表的東西 突然有個地方被挖空了 其實這個政府都有做 而且也有 政府報告 只是大家比較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比較沒有在做的就是 環境影響頻孤 或是災害前後的一些應用 這個看不太到 環境報告都是開發檔上自己寫的 所以當然不可能 把這些運用都寫來 那所以 環境圖運用很重要 那 環境圖運用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 誒其實 科學研究啊 大家以後 以前我們都要打開軟體 然後想辦法去擺圖字 才能用這些圖 但是現在是 開網站就看得到 所以 現在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 像1988年到現在的 台灣的地表 打開 NSPO.GNB.NCW 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如果說 做這件事情 不是每一次都手工做的話 那 就是用程式來做的話 大家不用每次自己去 花時間去算 那至少可以看到一個 general的成果 再去決定研究領域 要做什麼 所以 有這些 壞 那到底 做 怎麼做呢 那實際上啊 我們就發現 NASA原來有公開的衛星 其實每16天就會有資料 那簡單說 反正台灣的各地 台灣會有五張圖 每16天就會經過 那 可以自己下載這些圖片 它已經變成 public domain的授權 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運用的授權 但是 下載之後發現 它不是那麼簡單可以用 我們可以處理 我們需要特別處理 才可以去放到網路上 那 詳細一點 如果大家非常 對於衛星處理的知識 對於GIS的獨資處理 想要了解 更深 歡迎你來找我 可以在外面的桌子 可以來問我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可以跟大家講解很詳細 那 總之就是把不同光 符合起來 我們就可以變成有一個 可見光的圖 那 實際上呢 做這件事情 需要大量的CPU 運算 然後如果 每16天一張 那就非常多張 後來發現沒有那麼多張 但是 實際上蠻多張的 所以一個人的電腦跑來跑那麼久 那我還不如把它做成 讓很多人的電腦都可以跑 所以 實際上目前就是 把它變成Docker 那 在場很多阿宅 跟我一樣阿宅 就知道Docker 好 那不知道也沒關係 反正就包成一包 每個人電腦裡面裝Docker 然後就可以跑 跑完之後 欸 衛星圖影像都出來了 好 那 真的這麼好嗎 其實很重要還是 一句話 因為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辛苦做這件事呢 因為 上蠻的東西沒辦法還用阿 他就讓你跟他買 你也沒辦法放在網路上 好 那所以 這個圖產生出來 因為他可以變Graphic 我現在是給他授權 Graphic Commons 的 MCSA的授權 你就可以用 我媽媽可以用阿 可以阿 他可以在上網買用 或是他可以下載去用 我可以放到網頁上嗎 可以阿 老師可以用嗎 可以好 就是 目的是這樣 那 到底做到什麼成果 目前其實 用了一個Facebook的社團 那這個社團 沒有很多人 200多人 可是這樣不錯 因為蠻多專業者在裡面 GIS的專業者 然後 做OpenStreetMap的人 然後 還有一些是 Programmer 然後還有一些是 鳥類調查 生態調查的 環保團體 都有在這個群組 所以歡迎對這個 衛星應用的主題 有興趣的人 一起來這邊來討論 那 所以有人分享 一些相關的內容 然後有人提問 然後有人解答 我覺得 是蠻重要的 這樣 會真的有人去想要了解 衛星圖這些東西 那 現在做出來的成果 是說 每個人都 有幾個人來 貢獻這些衛星圖 所以有八個人 貢獻這些衛星圖 所以 貢獻最多的是 兩位在高雄的 一個老師 和他的學生 他就去 把他機器跑起來 然後就算這些衛星圖 那 他還要做城市碼的 然後今天 有一位有來 另外一位沒人來 希望他今天 願意上台跟我們分享 那個 他最近做的 為賽事工做的 最新成果 那 還可以用來做一些 真正來 不清楚來看一些東西 比如說 今年的 四月的 雪霸國外公園的 森林火災 那有人眼睛很好 欸 那個眼睛好了 在哪裡 不知道有沒有在 我早上有看到他 欸 有 那就是 就有找到這邊 欸 沒有啊 沒有在 OK 那 還有地底面籤 像這個是 1984年 2005年的比對 這是新竹市 發現 不要用任何科學分析 就 基本上城市 基本上擴張了一點多倍了吧 一點五倍有吧 那這邊 完全都是 本來都是綠的 現在就變得 好 那大家知道我們台灣這幾年的發展是怎樣 然後做 欸 做一些 東化 東太城鮮 就是水庫 水壩的 一個 枯水的狀況 和乾水狀況 然後 不同的時候 台灣的 地表變化 像這是 6月 7月 8月 同一年 就看到東台灣的玉嶺 剛好是 這是看到有植物的 然後這是收產的 然後又再去灌水 然後再去做第二貨 欸 我們看到地表其實是變化很豐富的 我們可以去了解 到底這個時候 有對生物的影響 然後 還有 open source的一個運用 目前的stake 是這樣子 也是一樣 歡迎想要了解更多 就來 那還有 沒有你的是嗎 用它 好 然後 其實啊 如果真的有要做研究 歡迎用這個先選 選人 再去 再去中央大學 買台灣政府的組織 其實應該會省錢 我猜啦 可以跟我討論一下 怎麼用它 然後 其實我本來 不是要做這件事情的 但是 後來就變成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 如果有認識做生產調查的朋友 這個 不清楚還可以做一個運用 就是 有人跟我說 它其實可以做 葉綠樹的 葉綠樹的反射的偵測 所以 我就真的知道 到底台灣這 多少年 每一年的 葉綠樹 植物生長狀態 那 歡迎大家 feedback 好 好 地圖動畫工具 好像已經快做完了 這樣每個人都可以到 這個 nspo.g0v.tklo上面 自己產生自己的地圖動畫 衛星的空障圖補完 這是1960年代的 剛好中原院有 那 我有一個同事 有要幫忙 但是他好像 一直不想打開電腦 自從被我推坑之後 好 好 那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各位